第六項就是釋憲成道之項 釋憲在這個五濁阿世 五濁阿世這種 劫濁 見濁 煩惱濁 眾生濁命濁 就我們可能對這個五濁 還是常常是很淡化 在一個清淨的智慧的佛陀那裡看 我們這個世間五濁的程度是不堪忍受的 但不堪忍受這個世間眾生 還能夠在這裡精精有味的忍受 所以給他一個名稱就叫娑婆 堪忍 很難忍 他竟然還在這裡忍 這就是這些眾生的鋼腔難化 比如現在的建築 你看看建築到什麼程度 沒有正確的知見引導他的人生 他有什麼幸福可憐 他能走向什麼樣的歸宿 你光這個建築我們思維下 現在我們當今中國的現狀 你都會感到痛心不疑 視線在這五濁而是 佛還不能表現得過於的清淨 太清淨了跟眾生的距離太大了 還在這個世界待不住 還要善巧方便 要隨順群身 怎麼隨順群身呢 也視線自己也有成垢 也有煩惱 也要修行 實際上釋迦牟尼佛是從古像音的一種古佛 他還要修什麼行呢 還要六年苦恨幹嘛 這都是視線 視線他還 為什麼要修行 還有煩惱才去修行嘛 修行甚至是全身受得受過臨詢 最後這位太子決定 這個苦恨不是究竟解答的方法 走中道 走中道就開始在尼連河去沐浴 當時沐浴的時候 這個魔王波巡就故意的把那個案都提高了 讓他爬不上來 因為受得很厲害 沒有力氣 這時候這個樹上的一個神就叫天 這個天就有復法神 就把這個樹枝按低 讓這位太子手夠的上 攀著這個樹枝上來 否則都上不來 這不是笑話 所以才能夠由這個樹枝 攀源出這個金流 金流就是尼連河 它的下面像金沙一樣的 就叫金沙河 好 得盤出此之後 他要 這位太子要找一個成道的地方 他就走向菩提加葉方向走去 這個尼連河河離菩提加葉不遠 但現在我們看那個尼連河河已經沒有什麼水了 古代可能非常浩大的水 現在只剩下一點細流 有時候乾枯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沙子 這位太子先到了菩提加葉前面的一座山 在山枯裡面 一坐下來 這個山就震動 這個山神趕緊告訴 說菩薩 你不是 這個地方不是你成道的地方 運載不起你成道 你只要在這裡 你弄電像成道 我這個山都會倒塌 都會發地震 說你一定要到前面不遠的地方 離這大概十幾公里的摩河加葉 下面是金剛座 那麼十方三次諸佛成道都是在那地方成道的 摩河加葉 它下面有金剛座 但是我們去看到底是不是金剛座也看不出來 反正那個蘇士 菩提蘇士很神奇 好 那麼這位太子就到那邊去 當他去的時候 臨親一重 就是那些白鴿 尼夫人 哥 噢 鐳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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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各有五百 隨從他飛行 還有那些走速 前往这个成道的场所 菩提加业 一到那里正好吉祥感政 吉祥感政正好他在那个树下 得要附一个座 坐下来 正好有一个砍柴的人挑着一段草 他就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那个草能不能给我 这个砍柴的人说我叫吉祥 如果你要这个草 我可以送给你 吉祥是这位砍柴的人叫吉祥的名字 他所布出的草叫吉祥草 所以这也是这位太子 吉祥成佛的一个先兆 一个好兆头 就有人奉献了吉祥草 这是他这位太子福德 属感造的一个表证 这就叫吉祥感政 表彰功着就是表达你这个成佛的这种大功德 要彰显出来了 所以这位太子以他的慈悲的心 接受了这位侨夫的布施的吉祥草 那么把这个草铺在了这棵菩提树下 叫佛树下 有些叫道场树 就叫菩提树 当时这位太子发了一个愿 我现在如果不成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粉身碎骨 我都不从这个座位上起来 发了这么一个重视 就叫佛树在他成佛的前面 又有一道功绪 放出大的光明 这个光明照到了第六天的魔王波寻的宫殿 使他这个魔王波寻的宫殿 如墨一样黑 卸不出光 而且这个光明使这个魔王波寻 做了很多噩梦 让他非常惊恐 惊慌失措 这个是一个 他就发现原来是一个人要在道场成佛 所以这个魔王波寻就不答应了 如果他成佛了 我的魔子魔生人数就会减少了 这怎么能让他成功呢 就带了百万魔君下来了 当时魔王波寻有两个儿子还劝见他的父王 说你不要去啊 这个你去干扰也没有作用的 但是这个魔王波寻不答应 而来毕士 毕士他先用软的方法 用美女来诱惑这位菩萨 诱惑太子 他但四个女儿来诱惑 做的种种很妖的这种姿态 但是这位太子都用神童之力 让这个四个魔女变成了老太太的形象 让他逃窜 这是用软的一套 然后软的不行就有硬的 这个魔王波寻跑过去 说你在这干嘛 你再不走 我把你跑到大海之外去 这位太子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能够把我跑到大海之外去 说你能成为一个魔王 无非是你叙事 曾经扶持的一个寺院 不是那一个辟知佛 这样的一个功德 得了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我是无量级以来 这个布施这样的一个功德 所以你是不可能把我跑到海外去 这个魔王波寻 你说的话谁能证明呢 他第一震动 这个地神起来证明 这个证明可是惊心动魄的 地神竟然说三千八千世界 没有一寸土地 不是这个太子留学牺牲的地方 留学奉出生命为众生的地方 是这么大的功德 所以这个魔王波寻还不干 还要让所有的弓箭手握什么武器 都全都向这位太子发射的时候 这个太子没有以暴抗暴 而是如磁心三昧 使所有的刀剑都变成莲花 令这些魔王都降伏 实际上也是代表成佛最后一个魔和佛 最终是回归到真如一体当中去 一定要把魔镜转换过来 才能圆成佛道 这样此百万魔君得到降伏就正得了 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法的威妙法 但是这里我们看释迦摩尼佛的威妙法 到底得什么威妙法 藏通别教 释教构有它的权新 站在净土法门有一个最殊胜的权新 就是六字弘明 就是释迦摩尼佛在菩提树下 所得到的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之法 就叫威妙法 好 就成佛了 成佛下面就介绍转法轮之相 这位太子一成佛就成为释迦摩尼罗 在用佛眼观察这个世界 发现这个严佛的众生 我执身众 欲望甚深 跟他去讲清净的佛法 举世没有一人能相信的 不仅不会相信 而且会生诽谤的 所以这位佛竟然观察的是这么一种现象 当时这位佛就想 也是利益众生过 就准备拨涅槃了 诺涅槃 算了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大凡天王 他知道了地球有一尊佛出现了 赶紧来替我们地球众生来请法 第一次请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还没有肯定 第二次 这个大凡天王又派这个 也就邀请这个刀的天王一起来请 力量更大一点 直到第三次请 佛才默然接受 这一默然接受的时候 整个的地神 空中神 次第的都把这个佛接受 劝请要转法轮了 这是一个整个法界的大事 从地神 天神一直传到 舍旧境天轮 阿佳你乍天 这样佛一看就观察 这个唯有陆野源那位五个人 还能够有一点教化的可能性 陆野源五个人就是这个乔成炉 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是挺有意思的 他当时是太子到了苦心灵之后 这位晋范王还不甘心 就派了很多军队 一定要把他再弄回去 当这些军队 包括乔成楼这些人都来的时候 用种种的方法 这位太子是坚决不回去 所以乌可奈何就留下了五个人陪盼他修道 这五个人就是富党三个人 母党两个人 就是这个亲族里面 这个晋范王这个富党留了三个 摩耶夫人这个母党留了两个 都是很亲的人来陪他修道 陪他修道呢 你看这个这五个人本身知见就不统一 有的喜欢苦恨 有的喜欢快乐得恨 当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太子 在修苦恨的时候 其中两个母党的两个亲戚 觉得修这个苦恨知见不对 他们喜欢修一种更快乐的行法 他就觉得这个太子呢知见不对 就离开了太子 离开了太子 等到这个太子放弃苦恨 接受牧女的弥珠的时候 这三个富党就乔生如觉得 你看这个太子竟然放弃了苦恨 都要快堕落了 这个人我不能跟随他 这五个人 这剩下三个人又跑了 剩下太子一个人 所以这五个人都是对这个太子 有意见走的 离开了 所以等到这个太子成佛之后 到这个路野园找五人的时候 这五个人一看是太子 难道相互都有个约定 你看这个人根本不像修道人来了 难道我们都不要理睬他 不畏训不作理 但是这个释迦摩尼佛 一到他们跟前的时候 他们五个人情不自禁地想象了点 就开始跟他讲四圣地法 讲八正道法 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这是初转法轮路 又叫三转法轮路 好 那么就开始释迦摩尼佛一代的教化 足疾便有在恒河两岸 他在跟一切外道的这样的一个对视当中 以狮子猴无畏缩来宣说 吉祥正法之国 吹响法罗 法罗表面吹得很远 支持法界来破一些众生的 知见上的错误和烦恼 建立正法之床 正想法之雷 这个雷就像撑雷 正想就能够决动 震动众生的善根 要法电 众生在无名藏业当中 一点都看不到情况了 这时候一个闪电过来 朗然可以造件东西了 树法语 布下池云法语 任蛇二草三树二木 三草二木 随众生的根基得到法语的知任 所以这一代实教那是大事意愿 这个佛成道之后 他唯一一桩事情就是读教育家 以正法的因生来觉悟一些众生 其法性的光明普照无量的佛徒 无量佛徒 表明释迦牟尼佛不仅是在我们言佛提 他在无量无边的刹土都在视线 一切世界都有这六十振动之效 总的能摄受魔界的众生 振动魔的宫殿 使各种魔子魔孙都能够害怕 最终由敬畏佛的功德来皈依 得到降福 这个就像维莫七经球所讲的 那个魔女最后也发了 恶罗多罗善妙善谱的心 本来她就不想回到魔界去 但是维莫七还是希望她回去 你在魔的宫殿 魔界奉行无尽灯法门 把你发菩提心的这参心灯 照亮更多的魔明 你的魔界也就一片光明 魔界佛界 有光明魔界也就是佛界 国列邪网 国列就是裂开那些邪见之网 表明这个邪见的之多 就像很固结的网 这就指当时的九十五种外道 心外求法 六十二见 这些都要用这个中道了意 来断除 在这个修道当中 这个见地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古代的印度也常常辩论 外道之间对真理的辩论 他们倒是很真诚的 如果辩论输了 是要砍头的 多道付出是以头作为代价的 但是世间魔尼佛跟这些外道的辩论当中 那些外道输的佛就是很慈悲 我法里面不断头 你只要做弟子就可以 所以佛跟外道辩论的时候 先要准备很多的比丘的衣服 辩论完了以后就一大批的人就做比丘了 善诸成劳 用什么善 什么叫成 在也就是乔生罗所挣的圆筒里面 谈到刻成烦恼问题 这个成 这种烦恼我们怎么样来了解它 乔生罗讲自己修道的题目 比如一个客栈里面 这个主人他是不动的 这个刻人或者住一天 或者住三天 或者住十天 他是要走的 能走的就是刻 不走的守住的就是足 那这个动的就是烦恼 不动的就是佛性 那这个用这个刻 再来比较一下这个尘 这个微尘 微尘我们感知不到 但如果一个窗户里面 一束阳光过来 你透过这个阳光 就知道灰尘的昏绕绕之相 但你怎么样知道 你发现在昏绕绕之相 是由于有两个先决前提 第一有光亮过来 第二是有一个不动的空 虚空在那里 透过不动的虚空 才发现了尘的纷扰老之相 好 那么不动的空 就是我们的佛性 这个尘就是烦恼 所以你要擅住这样的一个 课程烦恼 还是要用般若的空性 才能散掉 这个五欲 对五欲的猛烈的追求 这些烦恼 你不能造进它的空性 你认为它很真实 你必然要趋向于它 去造孽 我们了解它的空性 我们就对这些五欲的东西 刀刃上的蜜 就不会再感兴趣 所以为什么佛要讲 二十二年的般若式经典 你有对这种自信 缘起法的那种自信本空 毕竟空无所有的般若智慧观照 你烦恼的力量就会降低 甚至就没有 也是有般若的智慧 来申请我们持戒的意识 来祥护我们对五欲的那种猛烈的追求 五欲的这种追求就像牵 牵就是傅城河那样的深 你要保护这个城墙 傅城河都要搞得很宽 都要搞得很深 那防止敌人 用这个比喻 我们的五欲就像这样的一个深的这种情况 无数节来我们都被这个五欲所欺骗了 现在金山闻到佛法要把它摧毁 坏掉它 坏掉了这个城牢和欲望 我们就能庄严保护我们的法城 这个法城就是涅槃城 我们自信的颅来藏 也就是一些众生本具的佛的种子 佛的慧念 由这个来开弦 阐输这是法门 这些法门 无论就是让我们对峙烦恼 进入涅槃城的 一切众生本具佛性 但佛性被遮盖了 所以要洗着沟 就像一面镜子 古镜照天照地的功能 现在蒙上成沟 你等下慢慢洗掉它 洗掉了沟 沟它自然清白的功能 自然显现不从外得 这就是显明 你洗掉了它 它就显出来了 不是为另外制造出来的 这样用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光明 来龙化佛法 来宣唱 流布 正化 正法的教化 正化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一些宗教 一些哲学 它也谈教化 一切外道 心外求法都是邪 所以它叫邪化 如果二称的行人 它也用它的方法来教化 但是它比较偏 不圆 不全 这叫偏化 唯有大乘佛法 才能够得上正化 佛在一代识教里面 在种种说法过程当中 对自己的要求 也是很严格的 有持戒意识 这种持戒意识 首先就表明它脱波 入国分位 到哪个国境 它是要脱波的 脱波是佛陀在世 比丘的一个常规的修行方法 也就是讲 你有脱波的阴行 你以后就有得 三十二相无间顶相的果报 那脱波实际上表明 佛陀在世的比丘 天天跟众生打交道 不离开众生 所以脱波第一位 为众生种福田 给他种福田的机会 能够劝化他归于三宝 所以你有让众生 种福田的机会 你本身自己的悲心就起来了 也能利益众生 一切众生为什么不能开选自己的智慧 就是因为他的坚令性 你去主动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破坚令性 在比丘这里 尤其在圣者这里种福田 他以后的后果将会很好的 所以这个 比丘脱波也能够有利自己到业 如果一天到晚 自己要种菜 种粮食 自己要做饭 洗菜 洗碗 你一天到晚都忙不过来 哪能有心专心道业呢 少是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精力 投在这样的一个道业上 那么这个脱波也还有一些规矩 你脱波你不能到哪个地方去 我看哪个地方的楼高一点 富有一点 我冲着那个去 那是不可以的 比丘要有平等性 你脱波就是赤地起食 你进了一个村 从第一家起起 不管他是穷还是富 如果第一家没有脱到 你可以脱第二家第三家 最多只能脱七家 如果到第七家 也没有脱到 说明你没有缘 没有缘你就 回自己的厄兰罗去修道去好了 不能脱第八家 你不能说没有缘 我把整个村庄 几十户几百户都给他脱完 那不行 最多七家 所以他这个佛就视线 风味 这个脱波制度很好 但是来到我们中国 就没有行得通 他现在有的寺院会表演表演下 表演下也挺庄严 如果你到一个没有信心的村落地方去 可能还真的脱不到 这个佛做这种氛围 脱波能够得到很多丰富的饮食 因为通过佛陀的教化 很多的信众 包括社会的白衣 知道在佛那里能种上福田 那是了不得 那福得 终于得万宝 所以常常佛油画的地方 后面跟着很多车子 很多车子跟着后面 随时给予供养 甚至为了得到一个供养的机会 还去做交易 你这个机会给我 我给你十万钱 站着 这佛的德性会有这么高 所以我们如果修道 人一点供养都没有 你千万不要说人家 是自己不行 自己的德也不行 好 这就是除极无上的功德 为众生显示福田 你看看 你只想想这一幕 我们都会感动的掉眼泪 一个做太子的 这么一个富贵的人 竟然拿着波 站在你的门口默然 这是一个什么场景 这才是佛的慈悲 他不是一般讨饭的人 所以讲这个比丘叫起事 不叫乞丐 他起事 事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这种胸开 文化人 他起这个隐身来知身 起法来知心的 最终的目的是修道的 也是利益众生的 所以佛讲经说法都要关机 等他要关机要说法的时候 首先要献出欣喜的笑容 当佛从口底发出笑容 都是五色的光明出来 表明这种佛是挣到了五分法身功德的 他说的话没有一句 是差误的 以种种的法药救了三苦 我们的苦苦辛苦 这个有的三苦 那么当我们处在苦难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烦恼 所以每一个众生都是病人 佛是大医王开显的法门就是法药 来救了我们 离开种种的苦报 显现无上的道义 就是佛的这种无上之道 以及佛的无量的功德 为一切菩萨受成佛之计 令一切众生都能成就正觉 这个在法华一会当中 就能表达得更彻底 一切众生都受计成佛 乃至于连八岁的龙女都成佛 好 第八项就是视线涅槃之项 这个视线灭度 灭度是佛的视线 实际上没有灭度佛 没有佛灭度 但为什么要视线灭度 法华经也告诉我们 如果佛可以助寿一劫 百劫 百千万一劫 但是长久注视众生 不生稀有难遭之想 所以对这样的 也就是为了教化拯救众生 故视线灭度 视线灭度之前会告诉子女 说我要出远门了 我给你们留下了药 如果你们身体不好 可以吃药 但是如果这个父亲在的时候 这个子女都不把这话听在眼里 等到这个父亲出远门派了一个人告诉子女 说你的父亲回不来了 他在科地他乡去世了 当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 这几个子女才猛能想到他的父亲对他多么好 多么慈悲 这种无名昏诚才会醒觉一点 才会想到我的父亲还留着什么东西 这时候就是找那个东西 一找这东西就是药在那里 他就开始服药 服药病就好了 所以这个长者出去出远门就视线灭度 这个派一个使者说你父亲去世了 就代表舍利子 舍利 佛的舍利留在这个时间 法药已经接集在这里 这些众生就是子女 这个能按法来修行 就等于他的病就能好 是这么一个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 如果从菩萨的眼光来说 佛没有灭度 智者大师正道法伐三位 严清见临三一会 严然未散 既然严然未散 那佛没有灭度 所以这种佛的卑制 整记众生是无有极限的 消除一切众生的烦恼 漏就是烦恼 见或失或成杀或无名或 另一切众生以菩萨的六度 种植成就世间出世间 一些善法的根本 这些佛法都是微妙难良的 就是这种对峙众生的烦恼 开发众生的佛性 是由佛眼圆明的智慧术 开显出来的 是凡夫的智慧术 不能彻凉的 释迦摩尼佛 而且油画无量无边的佛果 普遍平等地开显他所正道的道教 无上之道的教法 按照教法来修行 都能够获得内心的清净 没有烦恼的污秽 那么显现这个 都是如梦如幻的佛事 在佛那里 甚至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没有说一个字 度尽一切众生 没有一个众生可度之下 这就是佛做这一切就像幻师 幻师就是魔术师一样的 这个魔术师他有方法 变现了很多的奇异的现象 让大家看不到破绽 这个现现的幻师 或者现现男人 现现女人 什么都能变现 佛在世的时候 长章是变化化人 有一个公案说 佛由此到一个村章去讲法 在村章的村民虽然也听 但是对佛没有恭敬心 没有恭敬心这时候 在村章有一条大河 佛就有个善巧方便 忽然在村章看到河对岸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踩着水面过来了 走在水面上过来 过来以后就很恭敬的向佛顶礼 说这个佛在说无上的佛法 我从老远的地方赶过来 终于赶上了这个法会 视现这么一个恭敬 也让这些村民 你看这个人都有这么有本事 从水上都能走过来 而且对佛这么恭敬 一下子也把他们的恭敬 也带动起来了 再一说法都能得到利益 那这个人就是佛变化过来的 变化的一个人来视现一下 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就很多了 那么他的幻思也是从真卢实相 有显现的妙用 所以这个佛他的自性本源 是体性是切正到本学明了 所以随着他应众生的根基 表现各种的现象 各种妙用 那就是千变万化 不仅可以变化为男 男人女人 甚至可以变化为无情的气界 可以变化为江河 高山 草原 桥梁 这个佛都可以变现出来 那么佛有这样的功能作用 这些余晖的菩萨 也是像佛一样 学世间和出世间 这些善法 也能够贯中理念 这个四个字是代表一个修道人 不仅是菩萨一个修道人 学习佛法的四个阶段 首先你的要贯通 贯就是你的要先通盘的了解它 然后再思维来综合它的意理 然后再可以理 就是更细致的调分它的次序 你解决了贯中理的过程 最后落实在你的实践上 你的锻炼 你的练习 观中理习 学一些法都要经过这四个过程了 如果体现在我们净土法门当中 观怎么理解 你得要对净土五进一论 对中国净土中主思想 你得要有一个通读 要熟悉 然后你能够把佛院主语的主要的精神理念 能够综合出来 然后在理念的过程当中 可以把这个净土法门的特异之处 跟通图教法的这种相同和不同之处 你能够把它分解出来 最后落实在你老实念佛的行为上 也可以贯成贯中理念 所住的地方都是实相的真理 由这个实相的真理 以他的悲愿教化众生 没有一个众生不受到他的感化的 这些菩萨也是在无量无边 微成熟的佛徒都普皆视线八项成道 在这个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 没有一颗的轻慢 没有一颗的放逸 明伤一切在轮回当中的众生 有一个众生还在轮回 这些菩萨心就不安 那么这样的自立立他的菩萨道法 这些菩萨都是具足的 包括前面所讲的八项成道的功德 好 请看下面 菩萨经典 旧唱药妙 名称普至 道玉十方 无量诸佛 贤共互念 佛所住者皆以得住 大圣属立而皆以立 如来道化各能宣布 为诸菩萨而作大师 以圣身禅会开导众生 通诸法性达众生向 明了诸国供养诸佛 化现其身 优如电光 善学无为之网 小了幻化之法 快捏魔网 解足禅妇 超约身闻原觉之地 得空无相无愿三昧 善力方便 显示三称 于此化中而现灭度 亦无所着亦无所有 不起不灭 得平等法 具足成就 无量总持百千三昧 足根智慧广谱极定 深入菩萨法障 得佛华言三昧 宣扬演说一切经典 诸生定门 吸毒现在无量诸佛 一念之情 无不周辨 既足俱难 足贤不贤 分别显示真实之际 得足如来 辩才之志 如众言音 开化一切 超过世间 足所有法 心肠地住 度世之道 与一切万物而随意自在 为足俗类 作不请之由 恶父群生 为之重担 受此如来 圣身法障 父父总信 常死不绝 心大悲 民众生 眼慈便 受罚言 渡山去 开善门 以不请之法 施足离宿 如存孝之子 爱尽父母 与足众生 赤若自己 一切善本 皆渡彼岸 熄活 诸佛无量功德 智慧圣明 不可思议 如是知等菩萨大事 不可参计 一时乃会 这一大段 实在说起来 将会说很多 但是 确实我们只能概略地讲一下 大家一定要在课外 去了解他一些冥想概念 这里就谈到这些余会菩萨 以他般若的智慧 来完成他自立地 他的一些内涵 这些菩萨对大乘的一些经典 都能够深入 都能了解他的精要 微妙之处 他们的德能 就能够名称 就广扬 他们的道 能够统一 统理十方的众生 这些菩萨 由于他的悲愿 和他所证悟的境界 都能得到十方诸佛的赋念 十方诸佛是度会加持他 十方诸佛所做的功德 他也得到了安利 十方诸佛的道化 他也能够带佛逢化 甚至可以 实现实法界 实法界 为那些等觉菩萨 来实现 诸佛来讲经说法 那么这个教化众生 都是要以定会 止观来开导众生 止观 定会 造极 令一些众生 透过这样的一个 常规的法门 能够通足法性 法性的本源就是空性 要了解诸法的空性 才能了解一切众生 原生之相 不仅了解众生之相 业缘因果 而且了解十方 无量无边的岔土 无论是净土还是会土 他的成立的这样的因缘 这些菩萨也能分身到十方 供养一些诸佛 有种种不同的硬化身 这种硬化随众生的机缘 就像电光一样 一闪而逝 对佛的四种味 这些菩萨都能够善巧地修学 了解诸法的幻化 幻化之法是贯通一切的 这是佛法的真经许 我们千万不要理解 有一法有真实的东西 有这个都是邪见 一切法都是幻化 涅槃法也是幻化 你不要理解涅槃 又有一个真实的法在那地方 好 以这样的一个智慧 来摧毁一些魔的知见 魔的一个特点就是 对五欲的执着 对实诚的客观性的一种执着 于是这种执着心引发的 他的残补他的心 欺负他的身 永远在轮回里面出不去 那么这个菩萨 他在自立立他的过程当中 不会得少为主 不会终止化成 他是超越身为圆绝的境界 不会说正到了阿罗汉 他就终止了 不会 他要有他的悲心 直到把一切众生 度到就近彼岸后裔 在这个度众生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也成就了他的佛果的成就 所以他是正到了空 无相 无怨 三门 这是圣文法当中 路偏正涅槃的三门 如果你坐在空 无相 无怨里面 不出来 这就是圣文 圆绝的境界 但是菩萨在这样的正到了三门之后 还能够以他的悲心善力方便 这善力方面就是要建构净土 度化众生 在正到这样的实相的情况下 还要显现身为圆绝菩 全教菩萨的三层法来度化众生 在每一个刹土 以这个三层法 以建构净土这样的方便 来教化众生 终结之后才视线灭度 那这个过程当中 心里面有点痕迹 一无所作 没有说我做了什么东西 我取得了多大成绩 一无所有 不是我拥有了多少东西 我度了多少众生 他安立在不生不灭的自信 得到大平等之法 这种一向空向平等法 这就是前面讲的文殊的智慧 文殊智慧一定要用 要么你洒脱不起来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平等法当中 自然他就能够显发无量的百千三昧 这个三昧是陀罗尼的内容 总一切法持无量意的三昧 这个六根 六根附用 六根的智慧都显现出来 有一个弥能法界普度众生的 这样的一个妙幼 同时他当下又得到圣身的极定 能够深入菩萨的一些法障 尤其能得到华言三昧 这种海映三昧 这种超约时空 一法浓舍一切法的这样的三昧 宣扬演说大乘的一些经典 在这样方便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 住在这个圣身的禅运当中 在这个禅运当中 想见哪个佛就能 想见哪个差不多佛就能见哪个差不多佛 想见无量的宣族都能见哪 自己没有到佛才能去佛业面过来 但是知道属献之佛 属观之期都融幕融化 虽然融幕融化 静中约水中 静中约梦中是第一个名字 所以他在音验之间 就能够有无量无边的化身 到无量无边的差异 来整齐那些三个道具足的中心 六道中间中心 巨难就是在地域里面造成苦难 俗贤不贤的中心 俗贤你在人身道就有点贤强 你到这个畜生道 在厄鬼道 你就一点贤强想到没有 那个苦难的地盘道里没有贤强 所以说人身这样的狭感 就是有诚意 无论对人道还是三个道 我们都要去修理它 顺着众生的根基来显示真实之际 真实之际的浅身有不同 开发的智慧有不同 有一切智 有道种智 有一切种智 这都随身众生三种不同的根基 来显发的 这些菩萨都能得到 一切如来的变才的智慧 变才有八种变才 也有四无外变 实际上到了九地菩萨 才能够圆满四无外变 这些如来都能够得到 能够了解一切众生的语言 所有的语言 对英国人讲英语 对中国人讲中文 它能够很自在 能够开化一切众生 不仅人道的众生 乃至冤飞乱动的众生 乃至一道蚂蚁的亡国 用蚂蚁的语言读化众生 这些菩萨都有这种能力 所以他们所正道的法 所实行的这样的一个 所超过世间做所有法 世间的法离不开轮转 离不开衰变 这些菩萨所开显的是 无为的大法 无路的功德 所以这些菩萨 他常常安立在 救度众生的菩萨道上 这是他的大慈悲心 由于他的悲心就不住逆盘 由于他的智慧就不住 不住有为 所以对一切万物 随意自在 如鹅鸭污水 随意自在 披上了一个红似的盔甲 虽然到三个道理 到六道轮回 不受轮回所清晰 为一切众生 作不请自由 众生迷惑颠倒 虽然在苦难当中 有一个方法能够解决他苦难 但是他不知道 请谁来解决问题 不知道谁有智慧 在菩萨使一些众生为自己的侄女 主动去帮助 这就不请自由 对一些轮转的众生 把他作为重担 以待众生苦的心 来担贺众生的一切苦难 让他离开能够之苦 这些菩萨受持 诸佛奴来圣生的法杖 圣生法杖就是 大乘的佛法 中道妙有的智慧 这个永洁以来 都在父持着佛的总性 佛的总性就是菩提心 慈悲心 讲总性 使这个菩提心 慈悲心 在一切众生的内心 不断绝 不中断 这个心 心其他的同体的大慈悲心 免离悲悯一些轮转的众生 开言慈悲的变才 来受盈一些众生法言 法言就是了解 差别法的智慧 令这些众生 离开三恶道的苦去 开想人天 乃至涅槃的善门 这些菩萨 以不请的 不受众生邀请的佛法 来布施给一切众生 对一切众生的态度 就像一个存孝之子 来爱尽他的父母一样 所以这告诉我们的态度 菩萨对众生 要像对父母一样 孝子对父母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对众生 聚高理想 要知道这些 我们给众生的帮助 是这些众生 首先帮助了我们 没有苦难的众生 我们的慈悲心生不起来 没有慈悲心 我们的菩提心生不起来 没有菩提心 我们的六度万恨起不来 没有六度万恨 我们成就佛的果实 是得不到的 所以一切菩萨 视为一切佛果 都是由于有众生 故才有佛菩萨 没有苦难的众生 就没有佛菩萨 所以你成佛之后 要抱众生的人 所以以存孝 支持爱情父母 那你对父母的关系 还有点疏远 进一步是把众生 就看作是自己 跟自己 就是等同于自己 一体的 所以菩萨把自己 修行正果的一些 功德的善本 都要恩赐给众生 都要令他们 度过生死的团留 到达 解脱的彼岸 都能让他成佛 得到佛的无量的功德 他的无量的智慧 他的无量的光明 不可思议的功德 自己得到了 也要让众生得到 那么像这样的 具有大慈悲心 大平等心 善巧方便的菩萨大 是在参与到 这个法会的人数 是不可称计 人数很多 就在释迦牟尼佛 宣说无量寿经 这个圆顿大法的 稀有难遇的这一时 从十方世界 从地球的各个角落 各个地方 一起云集在 这个王舍臣 奇思酷散中 来了 好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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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